安琪 小红总 你啥意思啊 你现在不是需要自信吗 然后我帮你凑了一点 这是200克 你先拿去用 不够了 我们再想办法 你哪里来这么多钱啊 之前在外面盛了一点 然后由我家里面借了一点 你就先用着吧 安琪 这个钱我真的不能用 你已经帮忙了够多了 何况这还是你家里的钱 没事 现在家里面又不急着用这个钱 你也不要逞强了 然后你就 先拿着用 等到以后有钱了 你还我就可以了 安琪 这个钱我真的不能用 你的好意我先领了 你送回去吧 不是 你就先拿着用 不行 安琪 你拿我也挣我的 小约 你看我过来给小公众送钱 她又不用 安琪专门送过来 这呗 你咋回事小约 我怎么能用安琪的钱呢 咋不能用啊 没事 就是 现在又不用这个钱 你就先拿着用了 你先拿着吧 咱们资金正紧张的时候 没事吧 咱先用一下借一下吧 到时候有钱还了安琪嘛 朋友之间都相互帮忙了嘛 是吧 咱先拿着呗 小约 把卡给我 对呀 咱先用一下 安琪 你把卡收回去吧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先去忙吧 我和小约说点话 你妈我和她说点事情 那小约你帮我去那小副总 行 谢谢你啊 我先去忙 行 你帮我去 我吃饿了 好吧 慢点 小约 你咋回事啊 我和咋回事 你咋回事了 我想问你啊 安琪 专门过来给你送钱 你要觉得不好意思 我来借这个钱 我来还 我之前 目前把这个难关给过了 安琪送车 你不用 送钱你也不用 咱到哥那儿 哥问咱有啥困难 你也不说 你去谈个业务 人家在那儿等你半天 你踩到自行车会议 人家都走了 你这样的话 咱就啥时候能销得出去 对不对 你确实需要代步工具 你也需要这笔钱来活动资金 你还在那里硬撑 小约 你知道安琪的车有多贵吗 不是 奔车啊 唐那个车好几百万 如果是我那儿挂住了 碰住了 我修车都修不起 还有这两百万 你知道对一个农村家庭什么概念吗 如果是我翻不了 这个钱我怎么还给别人 好 你说去找我哥 让我哥帮忙 你知道吗 小约 从我入这一行都是我哥带我的 他已经帮我很多了 这个时候 我怎么好意再找他帮忙 我知道你顾及的很多 但是你要记住 我们有双手 我可以陪你一起把这个钱还了 车刮到了 我们俩一起把它修 钱咱们慢慢挣着还 你想还的人情咱有钱了 咱都可以还 你还在硬撑 好了小约 你别说了 以后我工作的事情你别管了 可以吗 行 行我不管 你以后啥事我都不管了 行吧 你自己咋弄都行 小约 你别走 我什么都听你的可以吗 你听我的 那咱找哥去 你把你的困难给哥说了 你让哥帮帮来 行 我现在就去找个哥行吧 走 咱们一起去 走